為什麼全面的去台灣化 全面的中國化 撲殺台灣的精英 才不是文化大革命 說我們要台灣化而已 就文化大革命 我們就要去石材南京大屠殺 就要去石材七七如溝橋事變 我們就要紀念 這是和台灣什麼關係 重建台灣新價值 不用插他了 中國沒有那些偉大 我們來看 其實他們這些獎品 別忘了 是他們登的廣告或者是文宣 這個相片是他們所選擇的 他當然要選擇 他要告訴你的 就是說日本人對台灣人很賣 現在包括鄭鵬儀 包括大法 你說日本人對台灣的建設 你屬於上我們來講 我現在手臉是歲月台灣 這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的 這是就中國人的角度 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角度 來看台灣的一些律師 如果以那個照片 說日本人用竹籠子來關台灣人 請問就共產黨的角度來看 國民黨在那個時候 在綠島關台灣人 一樣也是木籠子 這些所有的政治犯 被關的一樣是綁辮子 我們是不是可以拿這張照片 你看國民黨那個時候 是怎麼樣來對待台灣人 可不可以這樣 同樣的 照片是會說話 照片他給你看什麼照片 讓他們讓兄弟來騙 沒錯 日本人對台灣 是有很多統治殺戮 但是他也有好處 問題是我們來看 如果今天我們要弄一個國民黨 是怎麼滅掉 在中國是怎麼被趕出來的 來 這張照片 這是美國人協會 LIVE雜誌的美國人協會 他最近把它過去 從來沒有曝光過的一些 就是國民黨要被 等於是上海要撤退之前的一些照片 你看一個老太太 在那裡掃那個 掃那個 那個倒骨你知道嗎 頭腳的倒骨 因為那時候沒辦法吃 他要在火車那個軍人 撤退後 他就在頭腳上面 去掃那個米洪 這是國民黨統治下的上海 來 我們再來看 國民黨統治下的上海 鄉村的人 買米里 上海賣東西 結果 部隊把它撞起來 不需要他們米里 為什麼 因為怕裡面有共產黨 去上海裡面破壞 來 買來看 我們就看國民黨怎麼在上海亡調的 是怎麼離開中國的 你來看我們也可以講出一堆 他們國民黨在裡頭 如何敗壞殘民以臣的奢品 都可以拿過期的奢品來用 今天我們要訂一個公格 說國民黨為什麼丟了中國 來 這些部隊是幹嘛 它圍在交通大學的前面 為什麼 它要防止交通大學學生去參與抗議 所以竟然裝甲車 憲兵拿核槍實彈 要阻擋學生出校門 好 來 我們再來看 要講的很多 沒關係 這樣好 我們兩天有時間我們再來看 有一個朋友他寫信給我 他說他有一天去廈門 因為他是個台商 在廈門他是客家人 所以說台語 因為廈門你知道怎麼說台語 所以他跟人說的時候 他台語沒有概念等 結果他對一對夫婦就在聊 聊著聊著很快就切入政治議題 他們說台灣有六成的人主張統一 這對夫婦 他說 這個台商就說 六成主張統一 兩千年連戰就當選了 他就說 阿扁要獨立 也不念念說他的祖先來自福建 他說阿扁不是一個人主張台獨 是台灣有六成五到七成 主張要獨立 結果他就想說 這個主張要統一的百姓 只不過15% 然後他們說 不可能 因為我們看到的資訊很發達 他說你看哪裡的資訊 他說我們都看中式跟華式 嚴肅 我說這很嚴肅 是不是看台灣的媒體 竟然知道台灣有六成七成要統一 就是霸權 他要給你看什麼 是他經過他的選擇 不是這是台灣媒體 是啊 我不知道何法西中心 就是霸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